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属性的一些特性 像我们的属性是否可写,是否可枚举,包括是否可配置 这样的一些特性 那我们接着上节课的情况来往下说 把这一点内容讲完 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Property 第七个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设明一个对象 一个空对象 接着通过obj.x来设置一个属性 添加一个属性,指示1 这就相当于写了一个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通过object 相当于通过object.defineProperty 定义了这样一个对象 里面的这个x属性 它的这几个属性的特性 值首先是1 接着再往下 它的writable 是true 接着inurable 也是true 可没举的 包括configurable 也是true 代表可写可没举 包括可配置 这是我们通过 创建一个对象 直接给这个对象添加的属性 这个属性的默认特性 这几项都是true 那如果说你是这样来写的 再看 如果我们写的是object.defineProperty obj对象 定义 y属性 它的值 如果你只写了一个 它的值是2 这时候就相当于你省略什么了 对 相当于省略这个writable 包括inurable 包括configurable 这几个值都是什么呀 都是false 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都是false 这两项是等价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这个数据属性中 这几个特性 描述行为的特性 那接着再看 在这里边还有一句话 来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defineProperty 在这里边这几个特性 我们看到 有这样一张表 首先 如果说我们这个可配置是真 并且可写也是真 这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修改属性的值 直接修改也可以 或者说通过属性的负值 来修改我们属性的值 这也行 或者说在这儿呢 是通过defineProperty 来修改属性的值 是可以的 因为它可写 包括可配置 那接着想删除属性的 也是可以的 Delete也是可以的 包括修改 get or set的方法 也是可以的 那同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属性的 writable 从处改为我们的false 这是前提是 可配置 可写 接着这个规则 我们要记住啊 再看第二个 如果可配置 但不可写的话 这时候 你想通过defineProperty 来修改属性的值 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可以呢 你看到这个不可写 可写 已经把它变成false了 但是它可配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先把这个 通过可配置 把这个writable 变成处 再把这个属性的值改完 再把这个writable 变成false 这样的情况 那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案例 来给大家写一下 那再往下呢 你要直接修改属性的值 是不可以了 因为它是不可写的 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删除属性 因为可配置是真 同样的 这两个也是真 那同样的 再看第三项规则 如果不可配置呢 这时候还可写 那你可以修改属性的值 没问题 这两项 但是呢 这三项 就是不可以的了 不能删除属性 不能修改这个getter setter 这是我们的这个 下面要说的这一块 是我们的这个 在这看 是我们的这个 数据存储器属性 存储器属性 马上也要讲 那接着再看下一个 看好了 在这 如果说我们的conferable 不能写 不可配置 包括也不可写 那这几项 都是不能操作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还有一项 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这些选项 不一定是自身属性 因为我们的属性 是不是可以继承下来的 如果说只想针对于 我们的自身属性 来保证它的默认值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 冻结我们这个object 叫prototype 来明确指定 我们所有的选项 或者说 也可以通过proto 这个 属性 将它指向为空就可以了 有这样一个 proto这样的属性 那这个冻结呢 我们一会儿再来说 那先看一下 可以通过proto 将这个属性指向空 可以怎么来写 先看一下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来写 在上面一个obj1等于一个花果号 接着我们可以写上这样一个 下滑线proto 把它指向为空 保证 保证 value写成一个1 它的作用呢 是保证我们的所有属性 不是继承而来的 没有继承而来的属性 这个需要注意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我们再带着大家 把刚才那项测试 刚才写的几个规则 规则中有这样一个选项 我们说了 如果说 它要是不可 不可写 但可配置的话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直接 可以通过 object.definity 来修改这个属性的值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再来定义 这样一个属性 object.definity property obje x属性 它的值呢 先写成一个1 writable 写成一个false 接着 innurable 也是false 接着 configurable 是一个true 那现在你看一下 不可写 不可写 那接着你直接来设置这个对象 obje.x 等于一个2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console.log obje.x 这时候我们来运行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对 排是1 证明可以修改吗 不可以 不可以直接修改 那我们看一下 是否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object.definity property obje 来修改一下这个x的属性 我们可以 把它的值变成多少呢 变成一个2 那你这样写 看一下是否可以 console 变成一个3吧 console.log obje.x 好 你看可以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它可以配置 可以配置 那接着你看 接着我们再把它 obje.x 等于一个4 或者一个5 console.log 你说这样可以吗 obje.x 是不可以的 还是3 这样的效果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force 改为处 怎么改呢 你来看一下 可以在这来写 writeable 给它一个处 这是可以的 那接着 改完之后 再打印这个值 修改之后 现在变成了几了 对 变成了5 但是呢 如果它要是不可配置的话 你是 如果不可配置 你不能把force 变为处 但你可以把处 变成force 什么意思呢 看好了 写一个注释 如果属性不可配置 但是可以把 writeable的 处 变成force 但不能 不能将force 变为处 有点绕嘴啊 但是我们来做个案例 你就知道了 写上一个object 点 得犯一个 ovj y属性 它的值 value 先写上一个 1 接着 writeable 是一个处 innurable 是false 同样的 configurable 也是一个false 那现在你再看 对象可写 我可以直接来修改这个值 obj.y 等于一个6 console.log一下obj.y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6 没问题 cannot redefine property y 我们来看一下 writeable obj.y obj.y writeable 是true innurable 是false configurable false 没问题 接着我们直接来设置一下 这个6 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哪行错了 第49行 不可以重新 定义 这个 属性 y obj1 obj1 好 没问题 现在得到结果 你看 现在得到结果是几 还是1 obj1.y 你看得到结果是6 那接着你再来试验一下 我们把它变回去 点 得放 property obj1 首先你看到它的可配置项是不可配置的 但是呢 即使它不可配置 我们可以把它的writeable 把它变成一个false 可以把它的处变成false 暂时不能把它的false变成处 那接着你再看 再写一个console .log obj1.y 我们来设置一下 obj1.y 等于一个10 看一下是否成功 结果是 还是6 那是6的话 反而就证明了 我们把这个writeable可写的选项 是不是设置成不可写了 不能修改了 在这一块需要注意 只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属性中三项内容 接着我们还说过 还有这个存取器属性 什么叫存取器属性呢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在之前 我们是不是写过 假如说你要访问一个不存在的变量 它得到的值是什么呀 对 undefended 对 undefended 那存取器属性呢 当我们调用一个 不存在的属性的时候 想得到一个不存在的属性的时候 它自动的可以来调用我们的像这种get 如果想设置的时候呢 同样的可以设置我们的这种set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的存取器属性 来看一下 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写了 get 一个给属性提供get的方法 也就是得到我们的属性值的方法 如果没有这个get呢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undefended 那接着set 一个给属性提供set的方法 如果说要是没有set的 它得的也是undefended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接收 将受到作为唯一参数的新值 分配给我们的属性 它会接收一个新值 分配给我们的属性 在用这两个存取器属性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来创建 我们可以来写一个 像username对应的值 ping 再写一个sex对应的是 none 那现在你来访问一下 访问这个对象中的已有的属性 你来看 console.log一下 person.username 得到的是我们的 ping 没问题 得到的是 ping 那接着如果你访问一下 这里边有h吗 现在 对 没有 console.log person.age 那此时 你看一下 返回的值是什么呀 undefended 对 那接着如果说你想访问一个不存在的这样的值 这时候呢 我可以让它调用 像我们的get 我们可以写一个get age 看好了 get这一块没有冒号 接着我们花果号 在这呢你可以return一个 假如说return一个12 永远返回这个12 来实验一下 刚才还是什么呀 对 undefended 那这时候得到结果是多少 12 当你调用一个不存在的这个age的时候 是不是自动的跑到了找到了我们这个age属性呀 接着 得到了这个 自动调用了我们这个get的方法 得到了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判断一下 假如说我们来写一个设置 setage 这时候呢我们说不能设置 再打出不能设置这个值 假如value 需要接到一个value 这样的效果 我们在控制台中来打出这样的效果 接着你在这如果想直接来设置age的值 假如说等于一个13 那你看一下控制行 不能设置这个13 这样的效果 最简单的我们的get set的形式 这是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注意一会儿呢和我们这个通过object definity的时候 还有区别 这块是没有冒号的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这么来写 我们再写一个测试 在上面一个obj等一个花果号 像我们写一个x对应1 y对应2 z对应3 接着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形的三个 边长 我们想得到的周长 我们可以写一个get周长 就简单拼了 return一下 lace.x加上lace.y加上lace.z 这是来得到这个周长 那接着你想来设置 让这个周长翻几倍 我们可以通过set 写上一个 翻倍 周长 需要接到一个倍数 假如说一个value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设置 lace.x 乘 等于这个value lace.y 乘 等于这个value 让我们的每一边 都翻几倍 z 乘 等于这个valu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我们来得 console 点log 一下 obj 点上一个周长 这时候得到的应该是6 来看一下 6 那接着你想要翻几倍呢 我想要翻两倍 再写上一个obj 第2 fb z c 写成一个 等于2 那我们再来得到一下的周长 这手就变成多少了 对 变成了12 变成了12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你看到 我们调用了一个obj c 等于2 传入一个新值 接着这个方法 就让我们这个每一个边长 乘以了几倍 乘以了两倍 那再得到它周长的时候 变成多少了 对 变成了我们的2倍 这样的效果 这最简单的是通过 对象字边量的形式 对象字边量的形式 那接着再看 我们还可以通过object 点property的形式 来创建野形 再来创建一个obj1 等于一个空对象 接着obj1 点上一个object 点上一个 得翻property obj1 x属性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直接写一个get 当你想得到x的值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调用的get 接着它对应的一个方法 看好了 这是有冒号的 我们简单测试一下 就return一个123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你再看 当我们通过obj1 obj1 drx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就是多少了 对 就是123 这是通过我们 这个befin property 来定义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这个 数据存储器 需要知道的 那存储器呢 其实就是定义了 这样两个函数 一个是get 一个是set 在这里边 我们需要通过冒号来分割 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不用通过什么呀 不用通过我们的这个 冒号来分割 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接着再往下 你看到 我们所有的这个属性相关的这个特性 我们就已经刷了 属性相关的特性 刷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对象 是不是还有三个特性呢 我们在介绍这个对象的结构的时候 说了 当你创建一个对象之后 这个对象 还有几个相关的特性 第一个就是它的原型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类 第三个呢 就是对象的扩展标记 是否可扩展 就是否可以向这个对象中 添加新的属性 这样三个对象相关的特性 那下节课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三个相关特性 都有什么作用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